是董立 董大姐吗 哎呀 你说干啥去了 我那时候回来 买点习惯 要你们来没有 要在县堵 特意买的习惯 董立 58岁 开过诊所 收入3000元 离异 家住长春 无住房 董大姐说 她这是刚给两位患者 打完针回来 知道红娘今天要来 还没进门 就特意去超市买了习惯 红娘也感受到了她的热情 可到了董大姐的家时 红娘被她家里的环境惊到了 这个 哎呀 这东西 烂糟糟的 坐这 大姐你这家 为啥这么多东西啊 你看烂烂烂 这是租房子吗 我租房子 那一个月租金多少了 1000多吧 你看米面都对这块的 然后什么 调味品啥的 你没有地方 那你一个屋 你就得这么放 那咱咋不熟着熟着呢 这样的堆是 问着找的 不就 你往哪熟着 你搞哪儿啊 那你说咱给这 归着归着也行 往哪儿归着 哎呀 你看你往哪儿放 那你这 你看这睡觉都没地儿了 感觉 有地儿 嗯 你这一顺 坐着我让你放一下 这个不害事 那每天做饭啥的呢 做饭就上厨房子 做的时候也少 吃两顿饭时候多 嗯 然后就从不闹菜时候多 只要葱蘸酱 你头有点得瑟 缺维生素 董大姐说 身体缺乏维生素壁足 所以头部经常神经性震颤 董大姐的老家 在公主岭农村 前夫在村里开诊所 董大姐说 现在之所以成了大夫 跟自己离婚 有很大关系 就是那个时候是大夫 就是牛嘛 我那个是那啥 喝完酒 就是天天晚上喝酒 就是喝点酒 就蹲的酒 就在酒座 他就光光蹲的 说这钱都是我挣的 你也能 你也挣不着钱 就是说 就是就葛他跟前吧 我还真能活着 能吃饭 我要是不葛他跟前 我也吃不上饭 别的男人也不要我 那你说你 你这个葛家 葛他能过的是啥 就两样 就啥事不跟你说 然后都鬼鬼祟祟的 就是啥事 就跟一家上那些 我是外星人 都这样是 那你说你心里头能好受吗 能感到一点都感到不平衡 啥事他就是跟家里人商量 然后不跟你说 啥事都是的 就是 例如呢 就是送他那个妹妹去学 那个学医的时候 就是意思说 不要我卖药 让他妹妹来帮卖药 打掉瓶 钱 让他妹妹把 是这种 我弟弟说 那这不行 这就像缺心啊 那是 你这你就 你也去呢 你就是进修去 进修完 然后考有证 有个证的话 你到时候将来离婚 那天你自己有碗饭吃 这么我进地修 一婚后 董大姐也考了全科医生证 她就回娘家给患者打针 后来儿子上大学 董大姐就来长春陪读 那时候儿子住校 董大姐就在附近 租八个人的公寓住 为了供儿子上学 董大姐也是吃了不少的苦 来长春就打工 这么多年就打工了 就打工 祈祷摊黑得干 半夜前十楼点钟 就是他们打电话 我也去那啥去 我也得去给大真家 就是我每天进的钱 我都记账 去了给孩子点 但是我别花帽了 累了孩子 然后自己也就少花点 少穿点 少吃点 这不就这么多年 省吃俭用的吗 你就说那钱的肉 你说你那多贵 你能说得买点肉 吃呀 夏天我跟你说 凉一话吧 都不怕你们笑话 哪说说得 一下天谁吃过西瓜呀 就是孩子回来 跟师叔妈 那啥 我就是周六了 说那我要上 你拿去看看去 让买块西瓜 娘俩吃了 把孩子过生日 拿点大虾 给孩子送学校去了 自己都可不得吃啊 好在儿子现在也工作了 董大姐也攒钱 给儿子买了房子 儿子也打算明年结婚了 董大姐也得找个伴了 就主要是他能过日子 然后有个房子 偶尔的喝点酒 抽烟 打麻酱啥 这样事也就是不考虑 就是说这个人品是主要的 别的都是次要的 董大姐说 他现在租房子住 想找个有住房的人 好好过日子 不知道他和刘大哥 能否看对眼呢 广告回来 咱接着看 刘大哥 对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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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着一个家的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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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董立 我叫刘九哥 刘九 我的家 我就丑着外表 还说 就是还算可以 这么大岁数呢 个头还行 可以啊 感觉两人还行 挺好 个头 个头还要说呢 是不是挺高的 初次见面 两个人对彼此的印象都还不错 可就在这时 刘大哥刚下班的女儿 也刚好赶过来了 那是我姑娘 你是自己紧张啊 把姑娘叫来了 我说过来看看 值不值得我这个节目啊 这个节目我知道 但是我爸 参加这个节目我不知道 没告诉姑娘 谁不知道 不知道 那时候我爸就叫我 我就 就总问我说 什么时候到啊 然后我说 我说爸 你是不是有事啊 我说 我马上了 我说我快了 就着急就回来了 这抱着节 妈咪跟姑娘说 哈哈 小老爸 姑娘支持不支持啊 我支持啊 嗯 就是我一直都支持 我爸这方面 因为之前嘛 我都是老爸 我爸自己也挺孤单的 因为我们嘛 毕竟陪他们的 陪他时间少 这个都没事 都不用说 受众的举度 就是孩子来了 是不是都挺好的 这不用说 那啥玩意儿 因为有的父母 就是那个 在婚的时候 留的 要是女少 也不同意 也不支持 也不一样的 挺温和的 然后阿姨长得 也还行 然后个子挺高的 个子 对 要是说 跟我爸呢 我觉得挺配的 他们身高啊 各方面 跟我爸 挺相配的 面对刘大哥 女儿的到来 董大姐也表示理解 而刘大哥女儿这边呢 也对董大姐很是满意 刘大哥也问起了 董大姐的情况 你家几个啊 我家就一个孩子 姑娘啊 我家是儿子 我家是儿子 我没有社保 我有医保 咱都是一样 大哥也有医保 医保都有 那就都学习医保 但是就是社保吧 好像是男的 到60岁好像 就是不是就北的了 我给107 男生两样都没有 说个夜听 学生困难 大姐现在就是啥工业 两个人现在都没有退休机 对 那没有退休 没退休 反正我是吧 就是生活都没问题 我家那个 那连房子 这七斤 那把房子也卖了 卖10多万元 实际上在干嘛呢 可能我和我弟俩 给我爸点钱 我爸那钱 我其实说兜里没穿钱 没有钱 那出去干点什么 没有钱说 那给点吧 给二百这不多二百三百的 给了 第二天钱又没了 直接我就催下去了 把这十一百 十一百的每个都摔过 十一百的每个都摔过 就能攒钱 那真是 那钱只能涨不来 我就掉 没有退休机 他不是说 他的生活都不能成的好吗 这个你不就是说 人家就说生活肯定没有问题 通过了解 董大姐对于两人今后的生活保障 没啥顾虑了 董大姐也跟刘大哥说起了自己的工作 对我的证是 我证是医生证 我会给您看病 看完病我自己下腰啊 我不用顾护士 就是干那工作 但是现在就上哥家去打 你一听说他是大夫啊 我还更了兴了 我太喜欢他这个工作了 这刘大哥对董大姐的职业也很满意 当董大姐提到自己离婚的原因时 刘大哥更是有话要说了 我那时候长年他喝酒 一天天喝酒就 就说你这个钱呢 都是我挣的钱 就是意思你啥也不能干 你啥也不是 你要离开我你不能活了 反正就是这句话就是常说 我这是心动的 心寒的 就是可难受 像他说那个 说他那男的说 抖我家抖我挣钱 你啥也得不挣钱啊 我从来不提我挣不挣钱的事 那我那一年的累的 那些长年都要跑啊 我回家从来不说 这钱是我挣的啥的 钱我哥家 我不知道你问我姑娘 我说这话 我不知道家多少钱 就是你一喝酒 就光光 就是他把咱们喝 就是干一家吧 喝完了杠的家伙 就是动静可怕 就是真的都挺伤心的 我跟他一口烦的 谁要喝酒 我做什么 我都不愿意给他吵 我爸就这样 因为我爸自己不愁烟喝酒 所以说他也是挺 就对那我就很 这个人品啥都非常好 不愁烟不喝酒 孤儿麻将 这一点也挺可取的 刘大哥没有不良嗜好 正好对了董大姐的心思 如今还在租房子的董大姐 更是提到自己在意的住房问题 就是说我自己呢 因为我们有房子 我得想找一个有房子的 是不是 因为我这么多年 我来的时候 我陪孩子读的时候 我就住一开始是公寓了 上下铺那种 我现在我自己 今天这房子是吧 我现在就算搬够了 就像说总家搬家搬家 自己也要有个房子 你就不用搬家 你说假设你 你这大是住的 然后人家到那大到夕 我要买房子了 我要啥晚上 你马上就得去那场 就给人倒房子 我能理解他 说没房子住 那确实 你住人家房根本就不行 大姐啊 大哥来长春这么多年 都买了两套房子了 给儿子买一套 给自己也买一套 这说句实的 你就是 比如说你没房子 就是你有房子 我也不能要你房子 我也不能让你住去 你只能上我这来 那个房子 那你就不用练下了 但是现在就是 大哥现在跟那个儿子 跟孙子住在一起 都住在这一块 对不对 因为我孙子嘛 上学就是跟家 那现在你住就先住了 住也没说 马上和他要结婚的 你住到啥前 那人家就是杂打算的 那他到时候 他不得跟我说了 那人家要是说 就啥说的都没有 那就像搁人家孩子 那也没啥呀 对于刘大哥 还和儿子孙子 住在一起这事啊 董大姐的意思 是可以和刘大哥 商量着来 通过一小天的相处 那俩人最终 能否牵手成功呢 现在也没有啥故意 但是你就是说 看完两句是互相 你是不是有微信呢 哥呀 你有微信就交个微信呗 行 了解了解 那行 就我们吧 要说你现在 你就直接全了解了 不可能